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宇文精武受到命军算计 直接解放他身上玉种 变成玉兽吞王 进而找到云上却要吞噬一切 云上却以为自己升级后可以应付 但现实的残酷 让他瞬间了解到 他想太多了 面对吞王 云上却陷入苦战 情报三 因命军的操弄 红星彻底黑化 嫉妒之心 让他想直接杀除云望然 进而夺回失去的一切 云望然面对逼杀 不得不动用体内玉兽之力反击 手掌再度出现玉化迹象 此时侯侯使用传音通知往西方而去 云望然心领神会 赶紧向西 急奔而逃 情报四 面对吞王的低杀 云上却即将不敌之时 侯侯也使用传音通知 速往东方而去 云上却收到讯息 急向东方急奔 情报五 云望然 云上却 往西方与东方奔跑 红星宇吞王在背后脊椎 两人同时奔至一日骨 兄弟两人一照面 心领神会 互相发招冲击 借势而退 后方追赶的红星与御兽吞王 直接面对互冲后 缠斗在一起 情报六 趁着红星与吞王缠斗 云望然与云上却同时发招急伤吞王 并赶紧撤退 红星也在北黄印的助长下 摆脱吞王的追击顺利撤退 现场只留下失去理性的御兽吞王 四处破坏 情报七 红星撤退后与北黄印会合 北黄印说明是命军的交代 要他专注目标 并且误与吞王纠缠 红星在战斗中 从吞王身上莫名有熟悉的感觉 情报八 侯侯带着云望然与云上却 一同来到封顶与谭无欲会合 原来谭谭收到线报 所以与侯侯配合 安排了一切 情报九 云望然告知云上却 已找到他的母亲印疏落 但害怕云上却得知全部真相会崩溃 所以隐瞒部分事实 只说明印疏落因得到怪异病症 长期在四月教休养 而自己受到应日提推举 也将成为新的四月教统 因云上却牛皮气不相信 所以云望然与他约定 明晚在校风雅会面 情报时 云上却离开后 云望然将完整情报 告知谭谭与侯侯 谭谭向云望然道歉 许多真相他早从云广邻笔记得知 因希望他们亲自查明 所以没有提早爆雷 情报时一 之后谭谭一个眼神 侯侯瞬间了解 于是带着云望然离开 此时北黄印出现 原来透露两兄弟会受到攻击的情报 是北黄印暗中通知 北黄印说明 此次配合 见识到了月才子的布局机先 期待谭谭扳倒命军的那天到来 情报时二 为破除红身上的命军制约 神道师演戏假意变成坏人 与红决战 要让红亲手杀除自己 以破除制约 无奈的死战 自痛双方的心 两人决战到了最后一招 神道师直接收拾 用身体接下红的致命一击 最终成功破除红体内制约 情报时三 神道师倒落到红怀抱中 神道师成功骗过了红 红终于知道真相 原来神道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救他 此时聂海河出现想捡尾刀偷袭 道吉默与婷自觉联手阻挡 逼退了聂海河 情报十四 神道师用最后的力气 诉说了一言 与道吉默道歉 并请求他照顾红 最终在看者红的容颜下 慢慢地合上双眼 家楼寻红看到神道师身亡 自己也悲伤过度进而昏倒 情报十五 云上却独自一人练剑 一想到终于可以与寻找多年的母亲重逢 心中激动不已 更考虑如果云望然说明的都是真实 也许自己长久来都错怪了他 情报十六 四月较中 任孤云看者寿路济世 回想起与应书洛相遇种种 他沉迷恋剑 陷入执着乱了心神 因应书洛帮助 才恢复自我 更因他一句话 任何事物在有用之前 不该有所限制 进而让任孤云有更深的体悟 数年后 任孤云更为了守护应书洛 成为了他的贴身保镖又步法 情报十七 云望然回到四月较中 说明把部分讯息 道之云上却 并约定明晚在校风崖会面 道时任孤云将会前往复持 应日提会在四月较中维持阵法 随时接应 为防变数 应日提给了两瓶血清给云望然 以防万一 情报十八 校风崖会面终于来到 云上却见到思念的母亲 感动万分 应书洛正想亲口说明云望然是他的弟弟瞬间 就在此时 应书洛身体突然感觉毅力翻涌 原来远方高峰 是命军姑罗来到 让应书洛体内欲受毅力变得躁动不安 情报十九 刀锋上的命军 聚集环戒之力 直接强硬唤醒应书洛体内毅力 让应书洛再度变化成为御兽 兽禄即时再现 立刻发招席向云望然两人 任孤云及时出现 挡下杀招 并发招送两人离开 任孤云独自一人面对兽禄即时 究竟任孤云是否可以成功换回应书洛 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情报二十 云望然两人被送到山下 因孤风牙被任孤云剑气罩住 所以无法进入 此时红心意外出现 挑拨离剑说明 应书洛会变成御兽是云望然的阴谋报复 云上却听闻 直接剑指云望然 云望然因一再忍让 却总有无尽的恶意 一直向自己不断袭来 云望然决定不再退让 要用武力了断恩怨 孤风牙下 瞬间变成云望然云上却与闻红心的三人大乱斗 究竟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情报二十一 命军孤罗在高峰上 观看局势变化 正想要加入到其中一边 去大闹一番之时 谭无欲意外出现 谭谭挺身再度对上命军 究竟谭无欲有何计策可以败退命军 结果如何 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那么以上是本次简易重点情报 再次做快速说明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是舅舅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